第66届金球奖的颁奖典礼 于美国当地时间11号晚上 在好莱坞贝福利西尔顿酒店举行 由于去年编剧大罢工 无奈是取消了颁奖典礼 但是近几个月来的经济危机 又让人是忧心忡忡 因此主办机构表示 今年的颁奖典礼要热热闹闹的 希望电影能够帮助美国人驱散阴霾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 在电影类奖的方面 英国导演丹妮·伯伊尔指导的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一举囊括最佳剧情类影片 导演 编剧 配乐 四项大奖 英国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 暴冷斩获剧情类影后 与最佳女配角两座奖杯 她喜极而泣 激动满分 我非常抱歉 Ann Meryl Cristin 天啊 谁是另一人 Angela 我太疼 最佳剧情类影帝奖 则被摔掉手的米基·卢尔克获得 武迪·艾伦导演的 《午夜巴塞罗纳》 捧走最佳音乐喜剧类影片 本单元的影帝影后 则是在布鲁日的 科林法瑞尔 与无忧无虑的 萨利·霍金斯 这两位再加上 温斯莱特和伯伊尔 基本构成了今年 英国电影人扫荡好莱坞 各类大奖的主力阵容 以色列电影 与巴西尔跳华尔兹 获最佳外语片奖 机器人总动员 则摘走最佳动画片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 蝙蝠侠《黑暗骑士》中 扮演大反派小丑的 澳大利亚演员 西斯莱杰 获最佳男配角奖 当颁奖嘉宾念出 西斯莱杰的名字时 全场起立鼓掌 表达对西斯精彩表演的敬意 西斯莱杰在拍完 这部电影后去世 在电视类奖项方面 在六十届艾美奖上 大出风头的 《我为喜剧狂好运气》 一直延续到本届金球奖 毫无悬念 摘得金球奖喜剧类最佳剧集 亚利克 鲍德温和蒂娜费 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 而由HBO台和汤姆汉克斯 精心打造的约翰亚当斯 则但无虚发 将四项获得提名的 迷你剧集或电视电影类奖项 一律网罗 此外 广告狂人 凭借其独特的复古风格 精良的制作 以及演员的精湛表演 蝉联金球奖 最佳剧情类电视剧集的奖项 这里是新闻60分 欢迎您继续收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运的情况 12号就进入到了春运的第二天 中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继续上升 各地都采取了多项举措 以确保旅客安全顺畅的出行 春运第二天各地铁路客流继续增长 广铁集团12号开行林客94列 及时疏导客流 广州站广州东站四日内 前往武昌 郑州 岳阳 还有剩余票额 前往四川 重庆 富阳等方向的票额 已非常紧张 北京西站为应对客流高峰的到来 已经开启了240个售票窗口 为历年之最 12号北京地区的第一趟学生专列开行 上海也在春运第一天开出首趟学生专列 1105名来自四川地震灾区都江燕的学生 踏上返乡之路 铁道部统计 1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达450万人次 开行林客360多列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全国铁路售票预售期 原则上统一为10天 采取滚动售票方式 春运期间旅客退票时间调整为 不晚于开车前6小时 公路方面 12号全国道路运输 预计完成客运量5414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长4% 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 广东 上海等地 民航方面 重庆 广东 天津等地出现客流上升 中国民航局提醒旅客 乘机旅行时 火柴 打火机不能随身携带 也不能脱运 酒类物品必须脱运 携带液态药品需要出示医院证明 或者医生处方 对于已经到来的2009年春运 铁刀部客运部门负责人表示 根据对目前售票情况的统计来看 预计节前首次客流高峰 将会出现在1月的15号和16号 建议旅客尽量避开这几个高峰期 选择其他时段出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2009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 将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承接力度 在探索建立组织机构代码实名制的基础之上 全面建立质量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制度 严厉惩处失信行为 质检总局指出 当前一些企业守法意识淡薄 社会责任缺失 不讲诚信唯利是图 是导致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 我们要加强监管 要突出地把我们重视产品 要监督企业 服务企业 落实企业作为产品质量的 制造的第一责任人的 这样责任和义务 质检总局强调 将建立统一的企业质量档案 质量信用等级评价指标体系 产品质量信用记录网 和规范企业质量信用评价机制 和信息发布机制 黑名单制度 就是我们在第一 提出警告的基础上 对你产品在一个地区 在一个行业 进行多次抽查 合格率和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又不注意整改的 我们要采取一定的方式 在社会上通告 让全社会上进行监督 实行一定的压力 中国近平两年 四万亿投资当中 约有一万亿的投资 有望在今年的二月末 进入实施阶段 今年一季度 中国经济运行 存在着一些向好因素 国家发改委研究人士认为 自去年十一月上旬 四万亿投资计划公布之后 先期增加的一千亿元中央投资 在年底前全部下达 其中加大部分在十一月底 已经下达 目前这部分投资 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2009年新增加的五千亿元 其中包括已下达的一千亿元 中央财政支出 以及由此带动的近万亿元投资 有望在二月末进入实施阶段 分析认为 这一万亿投资进入实施阶段 将对今年三月的经济运行 产生实质作用 同时 今年一二月份经济运行 也有一些向好因素 从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的角度来看 由于大多数制造业工业企业 仍然处于消化库存的阶段 一到二月份春节前后的消费 有利于尽快消化库存 同时 由于今年春节相对于去年提前 因此 二月份开工的时间 显然将会大大超过去年同期 而到了三月份 投资的效果也将逐渐显现 几个因素叠加 今年一季度 经济运行存在一些向好的因素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表明 受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 去年中国汽车产销同比增长 双双低于7% 增速较上年回落 均超过15个百分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统计 2008年国产汽车产销分别为 934.51万辆和938.05万辆 分别同比增长5.21%和6.7% 但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了16.81个百分点 和15.14个百分点 中绩协指出 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结束10年来 高速增长势头后的历史最低增幅 大多数企业没能够完成全年的产销计划 其中四分之一的企业没能够达到 计划产销量的50% 虽然国内汽车产销同比增长双双低于7% 但是记者同时也注意到 交叉性乘车和小排辆车 在逆势中有明显的增速 这个和农村消费有关系 可以看出涉及农村消费的它最稳 受相关因素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比较小 那么1.6升 1.5升以下的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两个因素 一个有去年后 四季都把出台了新的政策 有利好的一面 另外一个话小排量的也主要是农村用 专家指出现在还很难预测2009年国内汽车的产销情况会怎样 而这个走势的关键在于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振兴汽车业 而措施合适出台以及出台的力度有多大 也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 但即使如此 业内看法普遍非常乐观 预计今年中国汽车产销增长能够达到5%左右 而与此同时国内的进口车市场也是不容乐观 业内人士就预计今年进口车的增速也将会大幅下降 专家指出进口车市场波动其实比国产车更为敏感 也就是说当经济行事好的时候 进口车可能比国产车销售更好 经济遇到挑战的时候 进口车往往比国产车销量受到的影响更大 综合多家分析机构的预测 2009年中国进口汽车市场的增速将为-10% 针对这种不乐观的情况 多家国外汽车生产的企业也都在想办法调整在中国的产品结构 像奔驰就在个性化差异化上做文章 刚刚将B级豪华运动旅行车引进到中国 另一豪华品牌雷克萨斯则在高端混合动力上调整产品结构 2008年雷克萨斯混合动力车型在北美市场的销量 仅占其总销量的17% 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为3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张晓鱼就指出 由于进口车对平衡中国进出口贸易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因此他建议如果国家能有汇集进口车的政策 将会降低增速急剧下滑的影响 那不就要算账了 我调到15% 这个税机增大了呢 还是仍然坚持20% 我的税机减少了 最后是税收上算 太高了我就不买了 一定要有个合适的平衡点 好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新闻60分 以下是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 在斯诺克温布利大赛赛中 丁俊辉的首轮对手是肖恩莫菲 此前两人的六次交手当中 丁俊辉只赢过一次 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在瑞士苏伊士代表国际足联宣布 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 罗纳尔多当选国际足联 2008年度最佳球员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瑞士苏黎士歌曲院星光璀璨 国际足联的年度颁奖典礼 就在这里举行 多得世界足球先生呼声最高的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梅西 去年足球先生得主扒卡 首位足球先生得主马特乌斯 世界足坛新老明星云集于此 球王贝蒂公布了2008年度 世界足球先生的最终归属 像立于英超卖联队的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比亚诺西 卡维 霍雷斯 塔卡等其他四位候选人 将世界足球先生奖杯收入盘中 这个奖有些陈很漂亮 它是我的梦想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能得到这个奖真是了不起 我想把这个奖献给家人 另外我的主教练也起了重要作用 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有这样一个出色的俱乐部教练 是一种荣幸 1985年出生的罗纳尔多年少成名 2008年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为曼联队攻入42里入球 帮助球队蝉联营超冠军 并为红魔第三次举起了欧洲冠军杯 尽管没能在欧洲杯上 将葡萄牙队带得更远 但是作为俱乐部的一员 欧冠冠军联赛冠军 最佳球员 最佳射手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几乎拿到了所有可以拿到的荣誉 而世界足球先生 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2008年度的第21座奖杯 他也是继飞鸽之后 第二位获得世界足球先生的葡萄牙人 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 由国际足联在1991年创办 德国球星马特乌斯 当选首届世界足球先生 2008年的评选 国际足联一共公布了 23人的候选名单 各国家地区队的队长和教练 投票选出三强 投票期间 中国队的主帅和队长位置 都处于空缺状态 只好由中国足协代劳 依次选择了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梅西和哈维 随后 族群皇帝贝肯鲍巴尔 将世界足球小姐的奖杯 颁发给了巴西球员马塔 这是马塔连续第三次当选 世界足球小姐 此外 巴勒斯坦足协得到了足球运动推动奖 公平尽效奖 归属于土耳其和两名尼亚 美国女足获得了国际足联主席特别奖 2008CCTV体坛风云人物的提名奖名单 昨天产生 按照体坛风云人物评选的办法 首先在各个单项众多入围的人选 或团队中 评选出前五名获得提名奖 但是排名顺序并不公布 获得提名奖的 在进行年度最佳的评选 2008年度的体坛风云人物 共设了11个奖项 其中最佳男运动员奖 最佳女运动员奖 最佳团队奖 是人们较为关注的 获得年度最佳男运动员提名奖的运动员有 北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 林丹 乒乓球男团冠冠军 男单冠军马林 体操男团冠军 个人全能冠军杨威 男子基建个人配件冠军 重满 男子拳击48公斤级冠军 邹世明 年度最佳女运动员提名奖人选是 跳水女子三米板冠军 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 郭晶晶 女子200米蝶泳冠军 刘子哥 女子射箭个人冠军 团体亚军张娟娟 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张娟 乒乓球女团冠军女单冠军张一鸣 入围年度最佳团队奖提名的有 获得团体冠军的四个团队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 中国男子体操队 中国女子体操队 和首次获得该项目奥运会奖牌 获得亚军的女子曲棍球队 除了这三个奖项之外 体谈奉月人物评选 还有年度最佳教练奖 最佳西人奖 最佳组合奖 最佳飞奥项目运渡员奖 最佳残疾人体育精神奖 等八个奖项 你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观众朋友你好 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 还是可以用晴冷这个词来形容 普遍感觉天气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在中南海子光阁 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卡特 等来华出席中美建交 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美国客人 你好 温家宝说 三十年来中美关系硕果累累 最重要的是明确了 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大方向 建立了一系列着有成效的对话磋商机制 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巩固和扩大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和利益基础 坚定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这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也是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力量源泉 温家宝表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中美双方要从战略和长远角度出发 坚持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不动摇 特别是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困难中 增强互信与合作 共度难关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促进世界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卡特说 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美中交流合作 12号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集团银行 签字仪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中国成为该集团的第48个成员国 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仲出席签字仪式 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并交存了相关的法律文件 在周一的签字仪式上 周文仲大使表示 中国成为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成员国 意义重大 符合各方利益 将为加强中拉合作提供新的平台和机会 是中拉双方互利共赢的选择 我们申请加入泛美银行 经过了15年的努力 那么今天这个努力终于 实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愿望 我想这个对中国也好 对拉丁美洲国家 加勒比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个 开始 周大使指出 中国将履行成员国义务 与区内及区外各成员国 加强政策协调与配合 积极参与泛美开发银行事务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表示 中国是拉美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 特别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 中国的加入对促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 减平和发展事业意义更加重大 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成立于1959年 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 是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地区性 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 其宗旨是促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 今天清晨 以色列从海陆空三面对加沙城发动了 自12月27号以来最猛烈的打击 另外来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今天报道说 乙军地面部队已经攻入加沙城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 在大炮和直升机的掩护下 乙军地面部队在13号天亮前攻入加沙城 据目击者说 在加沙城南部和东部 乙军坦克和特种部队士兵 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生了激烈效果 加沙城内爆炸声四起离开 在天亮之前 乙军战机还对哈马斯在加沙城内的 60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而哈马斯方面称 其武装人员用火箭弹击毁两辆乙军坦克 乙方对此则已否认 根据巴勒斯坦救援部门的消息说 当天他们收到了十多个呼叫救护车的电话 但由于炮火太强 救护车没能前往 据美联社说 空袭一直持续到13号天亮以后 加沙城区街道上一片黄金 随处可见被完全摧毁的建筑部 巴勒斯坦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被罢免的巴民族联合政府总理哈尼亚 12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说 哈马斯正在努力应对以色列的侵略 哈马斯将会取得战斗的胜利 哈尼亚当晚在哈马斯控制的 当地阿克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 哈马斯将接受一切旨在结束 乙军军事打击 实现乙军从加沙地带撤军 以及开放加沙地带口岸的停火提议 但哈尼亚同时表示 八方抵抗力量将继续对乙方进行抗击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武装冲突还在继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江瑜今天表示 有关各方必须执行联合国安领会 第1860号决议立即停火 正在埃及访问的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碧干 将会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继续劝和出谈 联合国安领会第1860号决议通过后 以色列与哈马斯均表示拒绝接受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江瑜 表达了中方的严重关切 我们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关的派别 切实地执行第1860号决议 立即实现停火 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离 并且尽快地缓解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 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地支持 埃及等有关方面的斡旋的努力 1月12号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碧干 抵达埃及 开始对中东的访问 将于介绍 孙碧干在埃及分别与埃及外长盖特 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穆萨 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加沙局势 孙碧干还将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为缓和加沙局势继续进行外交斡旋 按照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12号签署的协议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已经在格林尼治时间13号的7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15点 开始恢复向欧盟国家供气 路透社的报道说 当地时间上午10点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部的控制室 发出了送气的指令 通常情况下 天然气要经过24到36个小时的传输 才能够抵达欧盟国家 但是乌克兰方面承诺将近一切努力 加快送气速度 争取把这个过程降低到14到16个小时 由于在2009年 天然气供应价格和过境费用等问题上 未能达成一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一号中断了对乌克兰的供气 俄方还指责乌方节流过境天然气 七号停止经乌克兰向欧盟供应天然气 欧盟国家所需要的天然气 大约有四分之一 要途经乌克兰的管道进口 俄罗斯中断这条管道供气 使正经历寒动的欧盟国家苦不堪言 经过穿梭式的外交努力 欧盟日前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 签署了天然气过境传输监测协议 决定组成一个包括欧俄乌三方人员的 国际观察员团 对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实施监测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从昨天开始 为包括台湾与上号在内的四艘船舶护航 这是海军护航编队抵达非洲亚丁湾以来的 第二次护航行动 到现在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已经航行了半个多月 桃园县县长朱立伦以及台南市长许天才等 第二个团由国际组织 国民集民意代表金票研带队 成员包括前驻美代表陈希凡 第三个团是由民进党组织的代表团 由台湾地区前任副领导人吕秀林以后 为什么要组成三个庆贺团 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发表了他的看法 那么把政党归政党嘛 这样回归一下也好嘛 这样各方面都圆满嘛 所以不是有什么 今天媒体上有写说 因为有人不服你当团长 那个扶扯吧 那个扶扯 但是后来因为有政党 在节目的安排上提出一些这个要求 让我们在节目的安排上 有产生困扰 原来的团里面呢 这个你不要有女秀年女士 还有这个民进党成员 到了纽约或者华府 可能会参加这个亲民进党的侨团 那他们安排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侨团安排的活动 他们可能不方便参加 由于奥巴马办公室 下周才开始配发入场券 因此负责接待台湾庆贺团的驻美代表处 为了找票 及应付一团变三团的突发状况 忙得焦头乱额 有台湾媒体评论说 因为谁大谁小摆不平 突然间一团变三团 三个团将在奥巴马就职当天 即在200万官吏群众中上演分裂的台湾 12号下午 陈水扁的律师团再次向法院提出抗告 并举出了所谓证据 要求撤换现任陈水扁案件的审判法官 陈水扁律师郑文龙出示了 有陈水扁签名的抗告书 他要求要提出抗告 所以我们已经帮他 他已经有签名了 就是说关于法官回避的部分 这次陈水扁他们还列举了四项新事证 包括林廷换法官有时公平 还有蔡首逊法官曾经在审理机要费时 阅读了列为机密的文件 另外两个法官无敌 看出来的 the scales emphasizes this